想挑战国际赛道的队员出来吧 挑战他们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气 李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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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数一点 李鸿泉我真防不了 我还挺多的 李鸿泉 我是来自广州龙池队的谷月卓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西王的斯坤 斯坤这么火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北控队的马勇 为什么要选国际队的理由 我们要打就打最强的 所以这三位都是来自于CBA的 对 这些确实都是很有实力的 我的队友或者对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龙师的李鸿龙 大家好 我是原北京紫禁勇士队球员王向斌 大家好 我是原八一男篮曹妍 因为一直听说 这三位的三打三水平应该在中国就很高了 然后一直也是给国家队陪练 所以我们打过五打五 没有打过三打三就想试一试 碰一碰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NCA一级联盟的李鸿泉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金墙队的余晓勇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港上的徐克 我觉得我们组挑他的原因是他们非常强 我们也想挑战一下自己 看着我们就来自联赛的我们的队友都非常谦虚 就没有咱们那个火药味那么浓 但是我想听听那个咱们国际的友言 来就是说一下 来中国是什么想教育一下他们还是 最后一位是 上边 没有再说话 只是打仗 对 之前我们开始 我只是想告诉观众 因为我的疾病 我将会不会演出的几个赛 所以我们的队友李奥强 会演出的几个赛 李奥强请到现场 我们请来到球场 这个儿高啊 这个儿挺高啊 这谁啊 李奥强 你也是上时的 是吗 你也吗 没你 熊兄弟 我是李奥强 今年22岁 我之前是CBA浙江筹路银行的队员 同志也是中国三十篮球国家队的队员 这次因为菲利弗的受伤 然后代替他来当国际的考核官 考核队员的实力 请我们的四位国际赛道的考核端 看一下从我们的挑战者当中 要选哪一队 来和你们打这一轮的3v3好不好 他不敢选CBA5G 我感觉他不敢选CBA 我比较期待最右边的 正好 我们来说什么真笨的东西 好 你考虑了吗 可以 我们选CBA 我们选CBA 他们像是CBA球员 他们要跟三个年轻人 我说就是CBA的这一个队 如果是跟那种专业的三对三的队 真的不一定打得过 我希望中国的CBA球员 我希望他们比较比较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球员是最高的 是马布里教练北控的球员吧 对不对 我们看看赛前马布里教练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对 妈 我希望你们能够比较比较好 因为我不知道 你们能够帮我们回来 如果你们不赶 所以要确认你去逛逛 你能够比较好 或你不会能够比较比较比较好 这压力好大 好的 给了我很大压力啊这是 因为也是我们国际赛道教练第一次亮相 有没有什么狠话要放给对手 怎么考核他们准备 没什么狠话 大家都打了这么多年了 场上切磋下来 你们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还不一定是谁考核谁呢 他们的确长得挺好看的 就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们实力究竟怎样 看一下 我们请双方热身现场交给MCE 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李小强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选这个国际位的话 他这块应该是一个突破点 一个弱点 因为人家常年是人家三个外国人一起打 你可能忽然 你加了一个别人进来 你毕竟可能你配合方面可能会 会多少会有点问题 挑战者先发球 比赛开始 打一个打一个 一上来看看 四关直接突 打一时间差 都完美盖了 来自李耀强的封盖 好球 球挑出来 谷岳卓抢到 左手没有命中 来自谷岳卓 这边 高阮 给到内线 MCE 第二次 封盖 封盖 国际赛道投革关 获得罚球机会 你身体确实仗优势 第一次 没有命中 第二次罚球命中 现在比分 1比0 国际赛道投革关 三位领先 现在来到CPA篮团的机会 斯坤在内线进攻 寻求无补 给到外线 现在一秒的时间 要投了 压找出手 这个结果并不好 李耀强拿下篮板球 找到 Goran 撤出来 看看 来三分尝试 这球 进了 再出来 运气是差点 伍越主 Fra 绿队这边 MILA的犯规 球权 球权来到CPA 现在来到CPA篮团团的机会 MILA拿到篮板 这边第一位要来打 看看大打小的机会 转过来 再点篮板二次进攻打进 3比0 打一个 斯坤再次给他空间 在湖顶的 1-1 EASILATION 漂亮 两分拿到 斯坤给出自己的回忆 3比2 这边打得很快 李耀强迅速寻求一个篮下的突破 上篮未中 MILA 看看中路的突破 这球 李耀强直接盖掉 没有问题 盖得很干净 马上外线追进一球 对于三位专业打三人篮球的球员来说 他们非常明白 在三人篮球当中 攻防转换的速度 和节奏是怎样的 对人能力很帅 这个 比分来到6比2 看看斯坤 这边寻求一掩护之后 大步的突破 折叠上篮 非常帅气的 急紧的镜头 就差进球了 犯规 好 米兰背转身 好动作 这一下转身进来 两分放中 8比2 国际队打出一波小高潮 太强了 来自李耀强的迎面的封盖 再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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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不相信 就没法打了 你不相信 我就折你一回 帽两个太快了 起跳速度超快 李耀强这两个大帽很长士气 孙子坤 这下回来防守李耀强 造成了自己的一个犯规 李耀强身高200公分 体重90公斤 这个时候这个身高的优势 你知道吗 来 掌声我们给李耀强 他也是前三人 篮球国家队的球员 前CBA浙江仇州队球员 立法没有命中 代表中国三人篮球国家队 参加U23世界杯 获得第五名的成绩 很可惜 这两次的8球没有拿到李耀强 但是自己抢回来 补进这两分 下 胡亦卓拉到左侧 看该再往胡顶走 斯坤做一个交叉之后 胡亦卓决定自己抢抖一击 叩抖下打板三分命中 这也显示了CBA三位的 取胜的决心 有 有 时间还剩三分钟 CBA蓝团还在努力缩短分差 这边马上 职业打三对三的三位 是非常懂得掌握场上 攻防转换节奏 对一下 翻开漂亮的切入 太棒了 斯坤 贴入之后 两分拿到 12比7 12比7 而这边迅速再往内线 米拉来打 再给到李耀声 再给到李耀声 盖帽还以颜色 还了一个帽